現在我們就正式來看一下OBS怎麼玩 那麼各位呢 您把OBS下載之後 下載之後呢 這邊我就先拿掉 我先把它丟掉就發現一下好了 我先增加一個場景 OK 好 你們進來之後是不是都是空的 對不對 那你安裝的時候呢 第一次執行我們OBS 他會問你一件事情 就是說我需要幫你設定 你就用精靈的方式幫你設定 你就要走就好了 因為現場有老師 所以不用 好那你進來之後呢 我們的介面很簡潔 就是一個這樣黑色的 首先你會看到左手邊 有所謂的場景 這裡面呢 右手邊這個來源 就是這場景沒有木景 那其實簡單來講 如果老師有好幾門課 那我不同的課程 我可以選擇不同的場景 好這就好像我們在看電視節目一樣 今天我看這個Discovery 我是一個場景 我看國家地理頻道 是另外一個場景 這樣的概念 那那個場景裡面到底有什麼內容 就是由右手邊這個來源來決定的 這樣OK嗎 好那麼 我有幫大家準備一些資料 您可以從這邊 你看我們進到任務裡面來 任務裡面這個 十七單元把它打開 OBS這裡 您可以找到 這裡有一個 有沒有虛擬攝影棚的練習素材 最後就點開它 點開它呢 您就可以進到我們的 這個 雲端硬碟裡面 我有幫大家準備 幫大家準備好 裡面呢 包括了 這幾個東西 把它先打一個 好 裡面呢 包括了背景圖 藍玉幕的影片 還有透明的圖檔 好那 專案檔 這就是我們那個虛擬 那個攝影棚的 我就直接點背景圖 你看 一進來 有沒有好多 我都很尊重每個地方的 所以一進來 我都有設不一樣的 哈哈哈哈 對不對 這樣去那邊 你就可以馬上上手了 所以 那個 我們學校自己找 因為這個進來 預設排序 不是照那個 自撤會 對的 自撤會的也有 所以 您就按右鍵 或者這邊 這樣就可以下載 好當然 其實不見得 一定要用虛擬身份 你有一般的照片 可不可以 當然也可以 有沒有 像這種照片的也OK 好這是第一個 就是我們的這個 素材的部分 背景圖 再來呢 這裡也有透明的圖 我有準備講座 好 那如果你覺得 其他的 一定要跟熊熊在一起的 也沒關係 熊站也很久沒出現了嘛 哈哈哈哈 對不對 一樣你可以把它下載下來 另外呢 這裡有藍幕跟綠幕的影片 因為呢 等一下 雖然藍幕會去你家 可是畢竟一次只能一個 在你還沒有 開始用的時候 你可以下載這些 藍幕綠幕的影片 可以拿來玩 這兩位同學 就有一次對他們很抱歉 因為上過一次課之後 他就永遠要上下去 哈哈哈哈 好 所以呢 你就可以下載好 那我現在下載好了之後呢 假設齁 如果說 下載 這個好了 這樣 今天這樣 怎麼會太難 哈哈 所以你可以下載像這樣 我就點一下 我就把影片下載下來 然後呢 背景圖 好 找到我們的 我們的在哪裡 在下面 在看到這裡 這裡 我就下載一下 然後下載好了之後 你就可以 這樣 這樣 大家進來 有沒有 我滑箏都沒有放開喔 這樣有沒有進來了 欸 這種 懶人法會不會太誇張 這樣會不會造成以後 你都不知道檔案放哪裡 哈哈哈哈 這招我本來不會你知道嗎 我是看小朋友 用我才會的 哈哈 我們本來都會打開有沒有 現在不用 你就按著他 丟進來有沒有 那你就 壓到這邊 等應用程式打開之後再拖上來 這樣你了解了齁 所以你就這樣 就解決了 所以我在這邊 你看 這樣做了 那我順便 把這個 我的影像抓進來 你現在看到我的影片 不是有兩個嗎 對不對 我再把其他的齁 再把其他的齁 我的 這個OBS素材 這邊也有 你也可以這樣子 就是把你要的 丟進來 這樣也可以 好 一定要熊熊的就是熊熊丟進來 好 那現在 我已經有這些素材之後 已經有這些素材之後 我再把我自己的畫面抓進來 我就從 這個就沒辦法 要從這邊 你看加號裡面 有沒有叫視訊截取 當然你也可以來自DV的影片 好 可是這個就是要看你的那個設備 我們用網路攝影機是最容易的 因為USB插進去就好 所以我就找到這個地方 好 按下確定 這個時候呢 他就問我 我們加攝影機 這樣就進來了 有沒有 而且呢 你在左手邊 這裡 是不是就馬上看到了 好 那進來之後呢 進來之後呢 我就按確定就好了 確定就可以 好 那麼現在重點是 這個 綠幕是不是要拿掉 對 所以說 你可以在上面按右鍵 也可以在這個 下面這裡按右鍵 我們找到一個 其實如果你有用過一些 剪接軟體 跟那個道理是一樣的 只是猜在 這不叫後製 這叫即時 好 就是即時去備 所以你看有沒有叫濾鏡 好 就是這個地方 我把它按下去 好 您看呢 在這濾鏡裡面 下面 下面 有一個 這個 叫做 色度鍵 不要找到色彩鍵喔 色度鍵這個 好 你找到這個之後 設定名稱是什麼 沒有關係 好 這樣我們即時去備了 記得 動作不要太大 有沒有看到 什麼問題了 你不要忘記了 我們是以軟體取勝 好嗎 哈哈 我們硬體是比較弱的 所以 你動作很快 是不是來不及去掉 所以記得喔 揮揮手 這樣就好了 哈哈 好 OK 那你可以看到呢 一定要綠幕嗎 不一定 我們也可以用藍幕 只是預設只是綠幕 好 預設只是綠幕 那我們需要調整的 主要是這三個參數 這個我後面會再跟各位介紹一下 好 那基本上 你只要夠乾淨的話 其實 大部分不用調太多 效果就蠻不錯 我就可以把它關閉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可以把我獎桌拿出來囉 好 獎桌拿出來 那獎桌太小沒關係 放大一點 對不對 欸我都有做倒影的一次 你不覺得嗎 這樣地板比較光亮一點 哈哈 好 但是我拿過來 結果我在前面對不對 所以呢 您看下面這邊 這裡就是塗層的概念 所以我太上面了 拉下來 這樣有沒有交換了 所以我有沒有躲到後面 好 對嘛這樣子才對 人太大隻小一點 哇 這樣 大家可以接受了嗎 可以 這樣有沒有比較快 好 所以呢 那這個方式呢 也可以用在影片上 所以 我剛剛不是有這個 這個煙嗎 好 那如果呢 你待會兒呢 綠幕還沒到你家 藍幕還沒到你家 記得 你放的是影片的話 它預設只播一次而已 你要把循環勾起來 它影片才會重複播放 好 好 才會重複播放 所以我現在按確定 有沒有煙跑出來 有 好 但是這樣不行啊 為什麼 你看喔 我針對影片也可以去背 按右鍵 一樣的方法 濾鏡 加號 色度鍵 欸 找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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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這個 按右鍵 濾鏡 好 所以 點到它 色度鍵 進來 有沒有 綠色就去掉了 其實你不要只看這裡 要看這裡 真的嗎 這樣有沒有簡單 那你要放在角桌前面 我們都要放在前面 對不對 再把它拉大一點 再把它拉大一點 動手 各位 噢噢噢 這樣也蠻大的 要小心 對不對 我們在拍片現場也是這樣子啊 你在現場 這樣一燻 糟糕 演員沒辦法演戲啊 對不對 這樣有沒有簡單 有 有齁 好 好 那各位 軟體 就靠各位啦 請你安裝起來 先DEMO一下